中文字幕志愿者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新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呢 小新来到了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长影就职博物馆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蒋景源小萌 让她来带我们一起了解这些荧幕当中的女性角色 那进入五十年代呢 长影是以拍摄红色革命现实主义题材为主的 那首先就以我们看到的非常经典的一部影片 白毛女为主 那我们看到的扮演喜儿的扮演者是 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田华老师 他成功地塑造了喜儿的这个角色形象 那这个故事呢 他讲述的是当时店户杨白劳的女儿喜儿 与青年农民大春相爱 那地主皇室人的剑色心动 逼死了杨白劳 将喜儿抢入了皇家 最后呢喜儿出逃 藏到了深山丛林里称为了白毛女的故事 那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呢 参加八路军的大春回到家乡 为喜儿申冤报仇 是喜儿重见天日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这里看到呢 是我们1959年的一部 国庆十周年献礼片 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影片 叫做五朵金花 那这部影片当中呢 也是凸显了女性的一个角色力量 影片当中一共有五朵金花 那他们每个人呢 都分布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之上 然后尽职尽责的去完成自己的事业 那在影片上映之后呢 一时间呢 也掀起了千朵金花 万朵金花的生产竞赛活动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非常经典的五朵金花呢 我们还看到这一部 《快指人口》的刘三姐 它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风光音乐片 那人们也称它为 人美歌美景美的三美佳作 那这个影片的故事呢 它是取材于广西的民间传说 以刘三姐为原型 广西壮族的歌仙 刘三姐和乡亲们 以山歌为武器 用山歌去揭露嘲讽 财主莫怀人对百姓的欺压 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其实呢 在这个影片当中呢 刘三姐的经典角色 它其实是三个艺术家 共同来完成创作的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像黄婉秋老师 这是刘三姐荧幕形象的扮演者 那咱们长演的配音演员 叫做张桂兰 她是刘三姐声音形象的 一个塑造者 那您看到的这一位 彩调剧表演艺术家 傅景华老师 她是刘三姐 所有山歌的配唱者 那这个影片当中 刘三姐的角色之所以 能够这么成功 包括这个歌声呢 能够广泛的流传 包括这个角色 能够这么深入人心 也离不开我们这三位老师 对这个角色的诠释和塑造 那刚才呢 您带我看的都是 咱们长演拍的一些老电影了 那近些年 我们这些新电影 有没有什么一些经典的 女性的角色形象呢 好 那我们可以到这里看一看 那像近三十年来呢 长演也拍摄出了 非常多优秀的 这个女色的角色形象 像我们看到 比较经典的 03年的灿烂的季节 还有我们在前方看到的 这个浪漫女孩 以及任长霞 小巷总理等等 那包括这些年呢 我们也在不断地创作 包括联合出品 联合设置 非常多经典的作品 影视作品 那像我们比较熟悉的 您看到的导火线啊 斗牛 以及我们看到的 同学台 还有满江红 流浪地球二 人世间 狙击手 志愿军 我本是高山 包括最近春节党 刚刚上映的 贾林导演的热辣滚烫 那其中呢 也是塑造了 乐影 这个女性的角色形象 那也是引起了 很多女孩子们的共鸣 她追求自我蜕变 自我成长的一个故事 那2024年呢 我们也是春节不打烊 在这个春节期间呢 我们也迎来了 非常多的游客 不管是我们看过 五朵金花呀 刘三姐的这些老影迷 还是看过长影 最新上映的这影片的 这个新影迷们 都走进了长影 旧纸博物馆 来探寻影片背后的 一些幕后故事 嗯 那今天呢 也通过我们 讲解员的介绍 我们认识了很多 我们电影荧幕上 出现的那些 熠熠生辉的 女性角色形象 那在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来临之际呢 也祝屏幕前的 各位女性同胞们 节日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